上次跟大家了解了 隆虞头文物敬的围村建筑 其实这里的宗教建筑 都是中西并存的 拥有多元文化的特色 重嶺邓公辞 在十六世纪初明朝年间建成 用来纪念开机祖先邓重嶺 祠堂后厅安放了各祖先的神位 也供奉有贡献的人士 祠堂在1997年被列丁为法定古籍 陈博士 以前的祠堂有什么功能和文化意义 祠堂最重要是用来祭祀祖先 举办大型的宗教活动 另外除了祭祀上的意义之外 也是解决纽纷、仲裁的地方 当村民有争抗的时候 就会请村长和族长 在祖先面前仲裁的问题 那崇嶺邓公辞有什么建筑特色 崇嶺邓公辞在新界 也算是一个非常有规模的建筑 它是一个三进三开间的建筑 所谓进是一个独立有个爱的建筑群体 然后间就是两条柱之间所造成的空间 所以祠堂的规模就很取决于 究竟有多少进有多少间 进数越多间数越多 所以代表它的深度和阔度都是成正比 就是说它是会大整个整体 祠堂就不是普通人建筑的 是有官家的人 就是拿到公名之后才能建筑 所以对族人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光荣的身份地位的象征 那到现在其实 祠堂的功能有没有转变到呢 宗教上的功能是没有变的 我想神中追远 这个是族里面最重要的 其中一个文化传统 而且对于年车代来说 文化的传承 祠堂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因为他们都会通过祠堂 去记得自己的历史 记得自己的身份 在祠堂旁边的天后宫 庙内正殿供奉天后 亦都有两个在十七世纪末 清朝年间诸造的古宗 天后宫在2002年被列定为法定古籍 那这座天后宫是什么时候开始在这里的呢 历史其实都没有留下证据 证明了它什么时候真的建的 最早其实看到一到一三年 就有重修的纪录 它是一个简单的两进的建筑群体 里面供奉天后娘娘的 那天后宫有没有什么建筑特色的 在墙上的壁画 全部是一些寓意吉祥的图案 还有民间故事 另外你看到建筑 其实基本上一进门口 都是有一个档钟的 让访客不会立即见到这个神音的位置 也都可以直接被党这个杀气 就是冲撞天后娘娘的 你看到基本上 就是庙是没有窗口的 是 所以应该有一种庄严 以及昏暗的感觉 嗯 祈求这个自己的神 可以能够保护它 另外值得提到 就是里面有两个古钟 其实就是当地的村民 供奉天后娘娘 其中一个就是要保佑它的考试成功 另外一个就是身体健康 崇谦是文物敬里面的基督教教堂 属于三级历史建筑 现时的建筑是1951年旷建 教堂顶设有钟楼 教会期后在附近兴建新主堂 但是仍然保留着教堂的建筑 跟回历史的记载 就是1903年 德国巴式叉会 就派了牧师叫林启元 又来到这里就传教 接着就购买当地村民的土地 就开始筹办这个教堂 教堂就在1920年代出现了 现在我们身后看到这个 是1951年重建的 但因为越来越多人需要使用的时候 结果就在80年代兴建了一个新的教堂 现在我们看到的教堂已经没有用了 在这个乡村地方 其实以前建立一个西方的教堂 是否很罕见的 其实很特别的 因为始终在中国的社会 和西方社会 无论是思想上传统上 都是很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文物敬见到这个现象 都反映到中国文化的兼容并促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体验 当时的牧师也很鼓励教育 所以就积极筹办了一个学校 因为在中国社会里面的教育很重要 除了知书识礼之外 也是向上流动的一个最重要的渠道 所以对于村民来说 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贡献 今天就和大家了解完 文物敬里面几个主要的宗教建筑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都不妨可以来一下这里 了解一下文物敬里面 不同地方的历史和故事 的大小区 这是一个习近衣包吗 在2个小区约上